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眼波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千雪 第11009集 乔木白了他一眼 摇摇头 没事 还好老当家走得快 让他看见你这没见过世面的表情 说不定就收回刚才的话了 凤九儿扫了乔木一眼 视线一转 看着赵玉生 赵玉生 你爹的意思是 现在赵家债的一切 你和你一兄说了算 赵玉生有几分木讷地收回视线 他看了凤九儿一会儿 才点头 对了 这就是我爹的意思 只是 不管是凤九儿还是赵玉生 都完全没想到赵青山这么容易就妥协了 赵玉生深吸了一口气 总算是接受了这个事实 他站起来 来到了赵卓生身旁 看着大家 昨夜走得匆忙 还没有给你们介绍 这是我的一兄赵卓生 他比我年长两岁 赵卓生看着大家 拿起了一杯酒 站起 卓生在此 先敬大家一杯 赵卓生看起来 与赵玉生的长相不同 但也很帅气阳光 最重要的是 他给人的感觉不错 至少第一眼看起来 人不阴险 凤九儿拿起酒壶 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站起 来 喝了这杯酒 咱们就算是认识了 好 赵卓生汉手取了举杯 坐在他对面的凤九儿 乔木 剑衣和拓把可言 都站起举杯 几个年轻人 除了赵玉生 都喝了一杯再次落座 秋儿 你别担心 从小我和义兄 想法大多一致 我们还曾经一同 偷偷溜出山寨 赵玉生轻声说道 前阵子 赵家寨东西部 发现有贼寇捣乱 我义兄带兵 在那住手了好几个月 刚才回来不久 赵卓生看着凤九儿 汗手道 你们的事 异地作业 与我说的很多 凤姑娘 我欣赏你的勇气和魄力 话音刚落 赵卓生又倒了一杯酒 向凤九儿取了举 一饮而尽 他放下杯子 抬眸看着赵玉生 微微仰起嘴角 义父让我过来 无非是为了辅助我异地 也就是说 这事如同凤姑娘所说 就这么定了 不过 我想在窗方达成共识之前 你们最好还是 拟定一套方案 给我义父过目 那是当然 凤九儿汗手回应 只要老当家同意 我一定会处理得到 让他满意 赵玉生 既然你一胸 也没有反对 我希望 能在赵家寨走一转 再拟定接下来的计划 这个没问题 赵玉生点头 回应 那事不宜迟 咱们带凤姑娘 走一趟在意吧 赵卓生 放下杯子站起 以后 大家相互叫名字就好 他们是 乔木 剑衣 还有可言 赵卓生汗手 视线落在乔木身上 微微勾了勾唇 乔姑娘 昨夜咱们见过面了 乔木对上 她的视线 点了点头 并没有回应什么 赵玉生 扫了拖把可言一眼 收回视线 看着赵卓生 乔兄 你先出去准备一下 我还有一些事 要处理 不会耽搁太长时间的 一刻钟就好 嗯 赵卓生汗手 向凤九儿和乔木 拱了拱手 举步离开 等她离开大殿 赵玉生 大步走向 拖把可言 拖把可言 你究竟跟我妹妹 说了什么 不是让你 给她多一点时间考虑吗 你知不知道 我妹妹现在 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从那天之后 她连笑容都挤不出来 你知不知道 火气上来 赵玉生 抓着拖把可言的衣领 直接将她揪起 我爹和我娘 早就有怀疑了 只是我们闭口不谈而已 你现在这么一脚合 是不是想让所有人 都知道那件事情 抱歉 拖把可言 对视赵玉生 我不想辜负她 更不想看见 她一个人躲起来 伤心难过 抱歉 赵玉生用力一甩 拖把可言 往后退了半步 你觉得抱歉有用吗 我就不明白了 你内功如此强劲 怎么就控制不了你自己呢 你 你伤害了她 现在跟我说抱歉 赵玉生正要向前 乔木过去 挡在拖把可言面前 赵玉生 事到如今 你杀了她 也没用的 赵玉生看着乔木 冷冷一哼 收回视线 若是小小真的喜欢她 也就算了 可惜 她扫了剑衣一眼 心里更不是滋味 赵玉生 喜欢一个人 是会变的 你没有问小小 怎么知道 她却接受不了可言呢 如走小小的人 我们现在没有找到 我知道 你心情不好 但一直将责任 推在可言身上 也不是办法 现在最重要的 是小小的想法 不是吗 今天若是还有时间 我和九儿去看看小小 看看她情况再说 你认为如何呢 赵玉生 深吸了一口气 看看乔木 也回头 看看奉九儿 那麻烦你们了 恐怕这丫头除了你们 也不愿意与其他人说话 奉九儿举步走了过来 拍了拍赵玉生的肩膀 今晚我抽空去看看她 问清楚情况再说 我说过 你妹妹便是我妹妹 不是吗 不管那天晚上的人 逃到哪里 我一定要将他们揪出来 还小小一个公道 凤九儿在举步离开之前 回头看了兔巴可言一眼 没人知道 她最后那一记目光 具体的意义 赵玉生再生气 也只能抿去怒火 跟着凤九儿离开 凤九儿离开 剑衣和乔木 举步跟上 兔巴可言的目光 随着凤九儿远去 并没有第一时间 跟上去 直到乔木 回头看了一眼 她才举步跟了上去 老当家将事情 交给赵玉生 看起来就像是 赵卓生所说 事情就这么定了 好消息来得太快 凤九儿心里 并不是很踏实 但她很快 就接受了这件事实 老当家管理了 赵家债几十年 定然不会拿 这种事情开玩笑 不管她出于什么原因 相信自己 凤九儿除了感激之外 能做的便是努力 赵玉生和赵卓生 带着大家 挑了赵家寨 最重要的几处地方 走了一趟 众人一同回到主寨的时候 天早已沉了下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刀苏苏 我的新书 国民影帝暗恋我 已经上架了 这是一本现代言情 也是一本娱乐圈爽文 甜宠多人剧 快来订阅收听 国民影帝暗恋我 好听不要错过 还有好礼 等你来拿哦 我这是 在哪里 我不是应该死了吗 好几次啊 谢谢你成全我 我现在啊 是想毁了你这张脸 立紧了 牺牲一下是应该的 就当是 为我们立下赔罪了 怎么的 还想着出去啊 做你的大以后啊 别做梦了 你的父母 已经把你送给我了 外面的人都以为你死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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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会被我最信任的人 亲手毁掉 不 这可是我立紧的人生 什么时候 可以由你们说了算 如果 我能回到一切 开始之前 立紧 你别得意的太早 毕竟你以后 可能就无法继续在这个圈子里立足了呢 我要封杀你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那我告诉你 我的复仇 还没开始 那 就先拿你开刀吧 立紧 你敢推我 你们放开我 我是李嘉达尔小姐 立紧你是疯了 你 你打我 如果我还来得及 在对的时候 遇见你 立紧 我暗恋的人 就是你 啊 千凡 你 立紧 我不想和你做朋友了 从现在开始 我追你 你是疯了吗 我觉得 是我毁了你的人生 是 是你毁了我 所以 你要赔偿我 算上立心 立心 你的一辈子 都是我的了 如果 我还能再活一次 我一定 会斩断荆棘与枷锁 我一定 不会再放开你的手 欢迎收听 娱乐圈爽文 甜宠多人剧 国民影帝 暗恋我 和我一起 立尽千番 要事再临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欢迎订阅